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反应 是氧化还原的反应 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氧化什么是还原 这一类氧化还原的反应最基本的一个特质就是 当它反应的时候会有电子转移的发生 电子转移的发生 如果它是失去电子 我们称它为氧化英文oxidation 发生的氧化之后 那么有一个指标 我们人为定义的 我们说它的氧化态增加 氧化态增加 那么当它氧化 意思就是说它丢出电子的时候 另外一定有一个相对的接受它电子的人 那么被电子接受的 这个部分我们说它是还原的 所以氧化剂 这个物质它很容易氧化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还原剂 因为它本身氧化 它可以把别人还原 刚刚已经提到相对应的 那么如果是得到电子的话 我们称它为是还原 英文是reduction reduction 还原它接受电子 我们定义有一个叫做氧化态数 那么氧化态数相对应的就是降低了 也因为它本身还原 它会把别人氧化 因为这一定是相对发生的 不可能只有氧化没有还原 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这些很容易被还原的物质 可以拿来作为氧化剂 所以这是在氧化还原的反应里面 一定存在的两个部分 一个是还原剂部分 一个是氧化剂部分 或者是发生氧化的部分 发生还原的部分 刚刚提到氧化态数 那么氧化态数是一个人为所定定的一个规则 我们的这个规则是如下 元素态的原子 我们定它为0 它的氧化态为 就是以这个状态为一个基准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原子 它是一开始它是中性的 基本上是中性 它的核里面的直子数目跟核外面 电子数目是基本上相同的 但是如果发生氧化还原 有电子的转移 这时候开始会有一些变化 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元素态的原子 比如说钠 或者是氧 或者是臭氧 O3 氧是O2 当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元素态的时候 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定它的氧化态为0 一旦发生了氧化 就是它丢掉了电子 比如说钠 它丢掉了一颗电子的话 它就会剩下一个正一的一个电荷在那里 所以我们用Na正来代表 那这一个钠的离子 我们就用它的电荷数 作为它的这一个氧化态 我们说这是正一 正一 氢 它是比较特殊的元素 它与金属 如果形成一个供价件的时候 那么 我们会把它 这个 我们应该说 非金属 我们先谈非金属 如果它与非金属 形成一个供价件的时候 那通常跟它形成 供价件的这些 非金属的 所谓电负性都会比较高一点 电负性是吸引电子的这个力量 电负性越高 吸引电子的力量越强 就好像我们刚刚在提到水的时候 我们提到氧的这个电负吸尘比较高的 所以氧跟氢形成的这一个间接呢 电子是偏向于氧的 就会使得氢好像它失去了电子一样 所以在这种状况我们定义 氢的氧化钛为正义 这是与非金属形成供价件 如果 与金属形成一个 间接的时候 因为金属 那么它通常是 比较容易丢掉电子 包括了在 主族的元素里面比较偏左边的 像锂啊像壁啊 这组类的 那么也包括了这些过渡足的金属啊 去看他们对于电子的吸引力 就是电负性通常是比 氢还要来得低的 所以他们与氢形成一个间接的时候 那个电子其实是会偏向于 氢的这一方 就 会使得氢好像 电子变多了啊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定义它 的这一个 氧化态数为负一 好像它多电子了 那么氧 因为它电负性其实是蛮高的 所以通常定它为负二 但是 有一个例外 我们如果是一个这个 O二的负二 这样子的一个离子的话 一个过氧根 一个过氧根 过氧根就是有两个氧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这个时候的氧是负一的价数 负一的价数 这是我们人为的一种 对氧化态数的一种定义 不过概率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原则 就是看它到底是失去了电子 还是得到的电子 所以 总观来看的话 一个A与B形成的一个间接 那我们电负度比较高的 也就是对电子吸引力比较高的 那个因为它电子会偏向于它 那我们在定这个所谓氧化态数的时候 就把它完全视为 完全偏到B这边来了 这个B就得到了一颗电子了 我们定它的氧化态数为负一 相对的 那个失去电子 那个A的部分 就是正一 这是氧化态数 大部分的时候的这个定义是如此 同时它的总电荷 必须要是平衡的 那么 拿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看 比如说这个氨岩 氨离子 那么氨离子NH4 它带一个正一的电荷 根据刚刚的这样子的一个 对氧化态数的一个定义的话 氮是一非金属的元素 它与氢形成一个间接 那么我们的氢带 我们的这个氧化态数是定它为正一的 那么氮它是一个电负度比较高的 我们定它的这一个氧化态数为负三 因为寻常的时候 这个氮都是三架的 它上面会有三个间接 这是比较特殊 它有四个间接 那其实它是负三 你也可以从 它整体 NH4 它带一个正电荷 来看得出来 那么 有四个正一的氢围绕在周围 那你要表现出来 整体表现出来 是一个正一的电荷 代表的意思就是氮 也必须要是负三 所以 氮大部分的时候 形成一个间接 都是负三 就好像刚刚我们一样 我们定它 寻常跟人家间接 所以这都是负二 每四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 四个正一的 跟一个负三 加在一起 那所表现出来 总电荷是正一 这个比较必须要 是要相互搭配 不给出错 你假如加起来 变中性了 那就不对了 你一定有一个地方错掉了 好 我要特别针对 有机的化合物 提供一些规则 因为有机化物 它这个结构 是可以比较复杂的 那有机化合物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元素就是碳 所以有机化合物 可以视为是碳的化合物 那么碳 当它与一个电负度 比较低的结合 比如说是一个氢的 结合起来的时候 那么这一个 这每一个氢 我们回算到这个碳 我们说会让它 有一个负一的一个影响 就会使得碳 有一个氢就会使得它 带一个负一 如果它与另外一个碳 结合的话 我们是把那个碳 视为是不会影响到碳的 这一个氧化态数 所以另外一个碳 是它的这一个影响力为零 如果与一个电负度 比碳高的元素结合 比如说氧的电负度 是比碳来的高的 也就是说当氧与碳结合在一起 说电子会偏到氧的这一边 所以就会使得 每一个氧跟它结合 就会使得它 好像失去一个电子 就会是一个正一的氧化碳 不过这次我们分开来看 那么每一个接在碳上面 这些元素对它的影响 我们最后 我们要看这个碳的氧化态数的时候 都是要把这些影响力全部加起来 这样讲我相信各位英语 应该可能还是不太了解 我的意思最好的方式 还是拿一个例子来看 我们拿这一个义丙纯 来做一个例子 义丙纯 现在我画红的这一个碳 以它为一个基准 我们来看 我现在画的中间的这个碳 这个碳周围有四个件 一个是与氧连在一起 刚刚说过与氧连在一起 那么这个氧对它造成的影响 就是一个正一 所以我写在夸号里面 这不是代表说 那个OH的部分是正一 我只说这个OH对这个碳的氧化态数 提供的这个贡献是使得那个碳 会有一个正一的一个氧化态数 碳是靠右边 我画了一个氢 对不对 它跟氢有一个结合 这个氢 会造成那个碳 一个负一的一个氧化态 有这样子的一个贡献 它另外这个碳还跟两个碳结合 那刚刚说 反正都是碳 跟它之间没有 这个假设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力 视为是这个贡献是零 那么再把这周边连着这四个元素 对这个碳所造成的影响全部加起来 就是正一加负一加零加零 最后结果是零 所以在这个有机化物 这中间的这个碳 我们定它的氧化态数为零 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一些例子 还会再稍微练习一下 比如说 这样子的一个 有机分子 这个有机分子 我们看到左右各有 这是丙铜 左右各有两个碳 接在中心 中心我现在也是画红色的 这两个碳接在上面 对它造成的影响都是零 现在比较 刚刚没有提到的是 它有一个双剑的 以一个双剑的方式跟一个氧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每一个剑 而视为都有一个贡献 所以一个一个剑 是造成碳一个正一 两个的话就是正二 所以这样正二加上这两个零 合计起来 我们中间的这个碳 它的氧化态数是正二 我们现在来看 如果我们今天做了这样子的化学反应 就是在前面我们所提到的 易丙纯 如果透过一个化学反应变成了丙铜了 现在我们来看我们 这个化学反应它变化在哪里 那两个 大家看到这两个CH3都没有改变 真正改变的就是 那个中间的那个碳的部分 它在结构上面有些变化 原来有一个氢结在上面 还有一个OH结在上面 现在变成一个碳给氧的双剑了 所以主要变化在那个碳上面发生了 那个碳我们刚算过它的氧化态数 在左边的易丙纯的那个碳是什么 它的氧化态数是零 现在我还画在上面的那个丙铜的 那个中间的碳 它的氧化态数是多少 刚刚算了是正二 所以你看到它从易丙纯变到丙铜 它有一个氧化态数的变化 它从零的氧化态变成正二的氧化态 它的氧化态数增高了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 什么是氧化 氧化造成的结果就是它的氧化态数会增高 所以凭借着这一点的变化 我们可以认定这个氧化态数是一个氧化的反应 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画在左手边的就是一个一钉锡 它有四个碳 四个碳 那么我们特别来看那个构成双键的两个碳 一个我用红色 一个我用蓝色 红色的在左边 蓝色的在右边 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红色的碳 在这个锡类的话 它的周围都是碳 所以非常简单 按照刚刚的这个做法 那么它的氧化态数是零的 右边这个碳 它与左边这个碳有一个双键的间接 不过那个碳对它造成的影响力 视为是零的 所以它另外还有两个氢呢 就造成我们决定它的氧化态 两个主要的 这个原子 每一个氢会让它造成一个-1 所以两个氢呢 就会使得这个蓝色的碳 它的氧化态 现在是-2 那么 所以一个是零 一个是-2 就合计起来 这个氧化态数 是-2 现在假设我们做了一个化学的反应 这个化学反应是这个 我们称它为是一个加乘形态的反应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的是 有机的化学的时候 我们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 来分呢 就化学反应的这个形态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加乘形态的反应 双键 不见了 有一个水分子加进来了 你看 接在红色的地方是UOH 接在蓝色的碳上 这两个合计起来刚好就是一个水 H2O 就好像水分成两半 有一半接在碳 左边的碳 一半接在右边的碳 是一个加乘形态的碳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红色的碳 现在右边的这一个 钉纯 这个钉纯呢 它的红色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碳呢 它有三个碳在下方 接在上面呢 我们说这个碳对它没有什么影响力 真正要看就是那个氧 那一个氧 一个单线造成的影响 就是正一 所以这红色的碳 它两化碳 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来玩 它的两化碳是正一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蓝色的碳 蓝色的碳 左边有一个红色的碳 对它没有影响 我们完全决定在 连在它上面的三个氢 刚刚提到过了 每一个氢对它的影响是造成一个负一 三个造成负三 所以红色的现在两化碳是正一 蓝色的两化碳是负三 正一加负三 合计起来是负二 所以虽然个别你看到有些变化 氧化态数的变化 但是总体来看 左边右边 合计起来都是负二 它在氧化态数上来看 我们说其实它是没有变化的 所以呢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丁锡与水进行的加重反应 并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它并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样形态的反应 从一个有机观点来看 它是一个加重型的反应 我们再来看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左边是乙锡 那么乙锡的这两个碳 你看上面都左右各都有两个氢 所以跟刚刚很类似 我们提到过了 每一个碳都是负二的氧化态 合计起来是负四的氧化态 锈按照我们前面的规则 那么它的锈原子的氧化态是零的 那么现在它也与我们的乙锡 进行了一个扎成型的反应 那么双线不见了 锈一分外二 每一个锈个别接在这一个碳上面 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二锈以锡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二锈以锡的这个碳 这两个蓝色的碳左右对称 我们只要看一个 大家就知道另外一个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左边的这个碳 上面有一个碳接在上面 那个碳不必须考虑 两个氢 每一个氢造成的是一个 负一的影响 理论上是负二 但是锈它是颠覆性比较高的 所以锈会让这个碳变成一个 一个锈会让它变成一个正一 所以刚刚是负二 再加上这个锈对它影响是正一 那负二跟正一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造成这个碳它氧化态数是负一 右边的就是碳 它周遭的这款这个间接的方式是类似 是一样的 所以也是一个负一 那么这样子合计起来是负二的变化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碳的这个变化而言 它是由左边的负四变成右边负二 再一度你看到有一个这个变化 它又是从低的氧化态变成高的氧化态 这是一个氧化 同时要注意 每一个氧化态的变化 就是代表是一个电子 那么现在提升两个 代表是有两个电子的转移 记得前面你所看到的 易丙纯跟丙铜之间的这个氧化 也是两个电子的变化 所以在有机的化孤里面 你看你常常会看到 这氧化还原都是两个电子 或者是四个电子的变化 你大概不会看到一个电子 或者是三个电子的变化 那是非常非常不常见的 在有机的化学里面 你也可以看这个氯的部分 氯 它在右边的这个分子 刚刚说这个电子偏倒它这个部分 它当然就是负一了 两个氯各负一的话 合起来是负二 所以氯的部分是从零变成负二 所以氯的部分它是变还原 所以在这个部分 是属于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虽然它也是一个加成形态的反应 但是并没有说加成的反应 它一定是氧化还原的反应 或一定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这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做一个区格而已 同时你也注意到 氧化如果是两个电子的变化 它相对的在还原的部分 也当然是两个电子的变化 不应该有差别的 这个地方是必须要这个数字 是必须要保守的 你可以看到在有机的这个部分 它对于氧化还原的认定是有一点复杂 你需要透过一点点精细的计算 才能够做一个判定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你一个快速的认定方法 一个反应 一个有机化的反应 它会是一个氧化反应 如果你发现它氧的树木变多了 或者反过来 氧的树木减少了 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 很快的人来认定 它是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比如说下面的这样子一个变化 乙醇 左边的乙醇变成醋酸 你看乙醇的分子是是多少 它是C2H6O 变成了醋酸 它是C2H4O2 你看它氧的树木变多了 同时你看它的氢的树木是变少 所以决决对对 立刻你不要去算它什么氧化态 马上就可以认定 这是一个氧化形态的反应 所以这次你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很快速的认定方法 蛮方便的 反过来 一个反应它会是一个还原的反应 如果氧的树木减少了 氢的树木增加 注意是货 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的 不是钱 只不过我们刚刚看到的例子是刚好 两个都存在 那我们现在就要哪一个就是只有一个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一个 在一度的这一个一丁锡 那它也可以再进行另外一种提起来的反应 这也是一个加成了 双键也不见了 它跟什么东西作用 跟氢作用 氢一分为二 个别加在两个 看上面 从分子式上面来看 你看到 左边的 这个 C类它是C4H8 右边呢 它变成C4H10了 因为它加了两个氢进去了 你看 氢的树木变多了 所以它是一个还原反应 这里没有看到氢 对不对 所以我说是货 是货 前面也是如此的 没有说 一定要有氢的这个变化 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只有氢的变化 没有轻的变化 这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非常快的认定 这是一个还原形态的反应 那么 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水的一个加成形态 前面你看到那也是一个加成 那不过那是一个还原的 我们另外看到一个 这个 如果从碳的观点来看 锈加到这个双剑的去氧化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 这个 在前面一点 我们也看了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例子 对不对 一个 一丁锡变成 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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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左边 它是C4H8 右边呢 它的分子是C4H10O 你看它氧了 它变多了 不过 它的轻速是怎么样 从8变成10也是变多了 这个时候 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它氢增2 氧增1 实际上是刚好抵消掉了 所以它没有变化 啊 我们前面的 它如果是氧化 它是氧要变多 氢要变少 这个地方提醒你啊 氧变多 氢也变多了 啊 氢变多 你个理由上说还原 说又氧化又还原 对不对 这个最后 消掉了 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啊 我们前面也从 仔细的氧化太处的计算给各位看了啊 不是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你谈到氧化还原的反应啊 那么非常重要 我们也必须要学会如何的去平衡一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这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平衡一个普通的一个非氧化还原形态的这个反应啊 是做法有些不一样 不过你要在这个地方暂时做一个段落 等一下再来讨论 好 平衡氧化还原反应这个技术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具有体系的方法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啊 你如果去做这个当节后面的习题的话 你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复杂的 一些节目啊 给来挑战的 啊 那么 还有几种方法啊 有一种方法是对于一些比较简单的形态的反应啊 这可以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一种目测法啊 直接的寻求 那么氧化价数与还原价数的变化 它们平衡 我们直接很快就以一个经验的方式 来把这个氧化还原的反应平衡 比如说最简单的反应 二氧化蒙 鱼铝鱼 作用得到蒙跟三氧化二鱼鱼 首先呢我们要掌握氧化与还原部分 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个蒙的变化啊 二氧化蒙 那么这个每一氧它是这个负二啊 所以相对应的两个氧是负四 那么蒙的话它就会是正四 它们这样的话 NN4R 二氧化蒙 才会是一个整个反应出来是一个中性的 那么变成了蒙 这个元素啊 那蒙当然是零的啊 它在我们前面是氧化态数定义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掌握了蒙的变化 正四到零 正四变成零 就是还原 所以对蒙而言 氧化态数变低了 就还原 另外还有一对是铝 我们来看铝的变化 铝在左边 它是元素态的 那么铝金属 所以它的氧化态数是零 三氧化二铝 氧是负二 三二的六负六 所以相对应的铝一定是要正六 但这正六是有两个铝 所组合起来的 所以每一个铝是正三 所以不会太意外的发现 铝的变化是氧化的 因为刚刚蒙是还原 那一定有一个相对应的氧化的部分 是铝 好 所以你掌握好了 说 氧化还原的部分 到底发生在哪里 那么 我们 接着 必须要把氧化与还原的 这一个原子数啊 希望能够平衡一下 因为 特别是在铝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左边我们写的是一个铝 右边是三氧化 二铝那边是两个铝 所以这个原子数 你必须要先 尋求一个平衡 那蒙的部分是没有问题 二氧化蒙 一个蒙 变成那个蒙 也是写一个蒙在这个地方 所以 我们要处理的是 我们在铝的前面 加一个二 对不对 那这样说蒙的话 它是OK的 没问题的 在铝的部分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好 现在再来看 总加速变化的一个平衡 刚刚说过 每一个蒙 它是正四变零 所以在这个部分 这一对 它是负四的一个变化 那铝的话 每一个铝 是正三 从零变到正三 那现在有两个 就变成是正六对不对 所以它是个正六的变化 你看 它氧化部分一下是正六 下面是负四 显然正是没有平衡 你氧化跟还原的部分 这个电子的变化 一定必须要是一样才对的 怎么办 求取一个最小功倍嘛 最小功倍是十二 对不对 所以四乘三十二 六乘二是一十二 所以 我们就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结论了 四乘三 所以蒙的部分 前面要加上三倍 原先的性数是一 就变成三个二氧化蒙 三个蒙 那么六二一十二 在铝的部分 它个别乘上二 原先在铝前面有个二 二的四 所以是四个铝 那右边 三氧化二铝前面是一 二一的二 所以最后得到的是三个二氧化蒙 加上四个铝 得到三个蒙 加上两个三氧 化二铝 不过别忘了 最后还要检验一下 你其他的原子是不是平衡好了 你看很神奇的 你发现刚刚好 仰的部分也就平衡了 左边三二得六嘛 对不对 右边二三得六 所以左边六个 后边也是六个 想想其实也没有那么意外 对不对 当其他的药件都符合了 其实自然而然的 你就发现那个氧的部分 当然也就平衡好了 这不过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其实用眼睛简单的一个看一看 差不多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假如你够熟的话 好 那 刚刚提到了 这个氧原子左右都是六 没有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我比较推荐 特别是对于一些复杂的系统 你用这个按反应法 保证各位摆视而不守 有四个重要规则 必须要按照这个次序来处理 首先 先平衡 清氧以外的元素 什么意思 我们等一下 从实际的意思 你就会了解 接着 用 水来补足 氧 如果氧不够的话 你就在那一边加上 水 水里面具有一个氧 接着再处理清 看看哪一边氧比较少 就在那边加进去 一个相对的量的值子 H正 最后 以 电子 来平衡左右的电荷 数 因为电荷的变化左右 也必须要是 一样的 不能左边是 总的加起来是这个1 右边变成-2 当然这个电荷就不对 好 这个是个重要的规则 到底是 什么意思呢 我想从实际的例子 去看 非常的清楚 我们在哪一个有机的 化学反应 来做一个例子 前面 我们曾经提到过 乙醇变成素酸的 非常一个例子 非常快速的 我们有一个认定 我说 这是一个氧化的反应 现在我们要仔细的利用一个 半反应法 来看 我们到底可以弄出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 好 首先 第一个规定是什么 我们先平衡清氧之外的元素 清氧之外 对这个反应而言 就是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要看 左右两边的这个碳的数目 是不是平衡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做法 那如果有其他的当然 也要看 左边有两个碳 右边有两个碳 已经是好 所以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检验 那么第二个用水来补足氧 所以你要看这左右两边 你看上面的那第一个例 第一个柿子 左边有一个氧 右边有两个氧 所以左边缺一个氧 对不对 那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子 心跳出来这柿子 我们在左边补上去一个水 那这样子水提供 每个水提供一个氧 这个氧的部分 左边两个 右边两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 氢的部分 哎我们虽然看左边啊 在乙醇的部分 3加2加134566 对不对 再加上水 788的 左边8个 右边多少个 3加14个 左边8个右边4个 所以右边缺4个 怎么办 在右边加上4个 枝子 4个H正 蛮简单的 好 现在碳 氧 氢 这个数目都对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错的 很明显的你看出来 右边 有4个正电荷 左边是0的 左边是中性的 我们的最后一条是什么 用电子来平衡这个电荷 来弥补这个错误 右边是4个正的 当然我们就在右边加上4个电子 就比销掉了 现在呢 这一个平衡好的所谓的半反应 就跳出来了 我们有没有去算氧化态数变化 各位没有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有系统的方法 自动的我们就发现了 这一个 反应是一个氧化还是还原呢 它的确是一个氧化的反应 对不对 它这个反应往右边走 它丢掉出来了 多少个电子 4个电子 所以 如果 你在用氧化态数去看的话 我保证你一定会发现 它的氧化态数变化一定是 正4 你可以去计算一下看看 但是 各位 请你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一个方法 它并没有透过那氧化 的这个态数的计算 它自动就告诉你 这一幅反应 它是氧化反应 而且是4个电子的变化 也呼应了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有计划学的氧化还原反应 经常是 一个偶数的一变化 两个或者是4个 是最经常看到的 所以这是一个氧化半反应 这只能够理论性的存在 不可能 你看到一个氧化的半反应 一定相对应的 会搭配一个 还原的部分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 搭配这个个的系统 那么 这是个酸变成 个正三架 在个的部分 我们来看左边 个酸的部分 每个氧是-2 所以四个氧是-8 那整个东西是一个-2的电荷 所以-8扣掉这个-2的话 就是-6 那我们 那我们 拿个 来 这个 弥补这-6 所以个 它是正六 所以正六 就 与-8 这个氧化 反应 做一个很好 一个配对 按照前面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 先看氢 以及氧 之外的 元素的平衡 这个地方 只有 个 那个的部分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是完全 可以达到的 没有问题 那么 但是 左边的氧比较多 右边缺氧 缺多少个 缺四个 所以我们 把氧的部分 补足上去 但是 把水放进去以后 左右的氢的树目 又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多了 八个氢 在右边 我们左边 就必须要补上去 八个 直子 左右的氢 各 树目 都 搭配好了 接下来 我们要检查一下 它的电荷 是不是能够 配合 左边 -2 跟 正8 合计器还是正6 对不对 记得正6 右边呢 正3 所以 左边 跟右边 如何来平衡呢 只要左边 再加上 三个电子的话 那么 就扣掉了 3了 那 我们 左边 也就变成是正3 就跟右边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一个 半反应 也就 跳出来了 是 这个 个酸根 加上 八个直子 加上三个电子 变成 三架的个 跟 四个水 好 注意到这个地方是三个电子 的变化 这不是一个有机化学的反应 所以是可以看到一些基数的变化 这有机化的反应 我们刚刚看到 十四个电子的变化 我们现在要把这两个部分 这两个半反应 合计在一起的时候 这是一个还原的半反应 要跟刚刚那个氧化的半反应 合计在一起的时候 所产生的这个净反应 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两个半反应的电子数 要能够相平衡之后 才能够相加 三与四 它的最小功倍 就是十二 就是十二 所以 现在你看到这个三 三四一十二 它要乘上四的 那刚刚那四要乘上三 所以 乘上三 前面那个反应变成三个 以纯将三个水 变成三素酸 加十二个 直子 加上十二个电子 而 乘上四的 就是现在在这一个 同以上面的 这个个酸的部分 乘上四就变成 前面系数变成四 直子都是四八三十二 电子四三一十二 正三加个前面是四 水前面四四一十六 这两个就出来了 那么 这两个半反应加起来 那你看到 左边有三十二个 直子右边十二个 这一扣 左边剩上二十个 这个电子电子消掉 十二十二 对不对 水的部分左边三个 右边十六个 这一扣的话 变成右边是十三个 所以 最后他的这个 净反应就是 三个 乙醇 加上四个 加上四个 各酸根 加上 像前面 像前面能够那么简单的 啊 用眼睛那么看一看 算一算 就立刻可以 算出来的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到目前为止 你一定会发现很奇怪 因为按照前面的规则 这个 似乎 我们 所 做的最后的这个结果 一定会是一个栓性的条件 啊 这当然不可能是唯一的一种状况 我们总会有一些反应是在减性的 状态之下来进行 不是吗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如何的来处理 如果是一个减性的条件 那他做的方法 其实仍然是按照前面的规则 来玩这个游戏 只是有一点 它会有差别 我们来看看 它的关键到底在哪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 氧化还原反应 它是银 与这个 清燈 四烟负 加上氧气 变成银的 氢的 错离子 HCN2 那么 我们特别强调 这是在一个减性的条件之下 首先 我们要掌握这 仰化还原这一对 很明显 你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个 有一对 是银的变化 左边是银 右边是 我们的这个 这个错核 银的错核 银的部分 左边 这当然它是零价的 首先 我们在 处理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评论 对不对 故事你马上看到 左边我们需要加上两个 氢的离子 所以我们立刻把它加进去 我们再看这个 因为氢跟氧都没有 所以这个 这个变成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电子的数目 电荷的数目能够平衡就好了 对不对 左边我们加两个CM- 那右边我们当然必须要 在这个电子的部分 我们要再多一个 就变成了 左边是负二 右边也是负二 好 所以上面这个设置就解决过 你如果仔细再看一下 银的这个部分 它的变化 那么左边是零 那右边是AGCN2 那CN它是一个带负的 所以两个CN 原则上负二 那要怎么让它整个是负一 那一定当然它是正一家 所以也没错 如果从氧化态数来看的话 它真的是 那么就掉了一个电子氧化 但是你看我们 其实用前面的那种 半反应法 根本不需要去看它的氧化态数 我们自动 就可以得到这样子一个 氧化的半反应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电子的氧化 好 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 稍微要 有一点概念 就是这个氧的部分 氧 它要还原 对不对 因为刚刚你看到 银的部分它是氧化 所以相对于1秒有还原 谁被还原呢 在这个方位一大概就是氧 那氧气要还原的话 它最有可能就是变成水了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出下面这一对 就是氧变成水 氧 那么如果要看氧化态数的话 它是零 那右边这个氧化 因为它跟两个氢 它所以是负二 是负二 好 这个方法呢 我们是不需要去看它氧化态数 对不对 我们先 把这个氧的数目平衡 所以我们是两个H2O 对不对 氧的部分要平衡 那现在 右边有四个氢 那左边怎么办 加上了四个直子 对不对 氢部分 就平衡了 现在 要看一下电荷 对不对 现在四个H正 右边是中性的 怎么办 加上四个电子 好 所以你看 这一个 一个氧变成两个水 这个地方是四个电子的变化 刚刚看到银的部分 它是一个电子的氧化 两个部分是四个电子的还原 我们要把这个两半呢 加在一块的时候 一定要把上面的银的部分乘上四 所以就变成四个银加上八个氢跟 加上四个银的组合物 加上四个电子 那下面那个当然就是四个电子 好 这两个部分加起来 你看到 电子跟电子消掉了 其他就直接写出来 就是四个银 加上八个CN- 加上O2 加上四个直子 变成四个 AGCN2- 加上两个水 当然 你到目前所看到 这是一个酸性的条件 那么如何把现在我写在上面的 这一个酸性条件变成是一个简性的条件 很简单 我们左右各加入同样单量数的氢氧跟离子 那么要加多少呢 因为我们左边有四个H正 对不对 所以 我们当然相对应加上四个OH- 那么这个正负就消掉了 因为四个OH- 跟四个H正 就变成四个H2O 现在用红的方式写在左边 对不对 那右边呢 就是多了那四个OH- 你看看 现在是不是透过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就把它从一个酸性的条件 变成了一个简性的条件 只不过 然后我们还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左边有四个H2O 那右边有两个H2O 所以这个左右那个水还要弄得干净一点 对不对 所以 所以 右边那个水就去掉了 左边剩下两个 所以 这个反应呢 最后的净反应就是 四个银加上八个氢离子 加上氧气 加上两个水分子 变成四个银的氢的 银跟氢的 挫合物 加上四个OH- 所以 只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处理 就可以把它从一个酸性条件 变成一个简性的条件 所以整个合集起来 就可以把所有的氧化还原反应 那么 可以 轻易的利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最后 我们稍微提一下 简单的提一下 那么氧化的还原反应 也可以类似像 这一个酸碱的反应 酸碱的中和的反应 一样用在一个低定上面 那么 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用一些 氧化剂 一个 知道它的浓度的氧化剂 比如说 这一个高蒙酸钾 有时候 加上 ANE Plotassium permanganate 跟重各酸钾 Protassium dichromate 也可以用 这个Cerium Cerium就是氏 它是蓝系的这个元素里面的第一个 Cerium的Hydrogen Sulfate Cerium就是氏与 这个硫酸氢根所形成的盐 那这个氏你可以看算出来 它是剩四价 那么这种氧化还原的这个低定 当然跟前面酸碱的低定非常类似 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的 知道标准浓度的这个氧化剂 拿来去低另外一个被氧化的这个式样 那你从这个钢量数上面 你就可以算出来 那这个还原剂到底有多 这个被氧化有多少量 存在在这个溶液里面 当然与前面酸碱中和的反应 这样子一个低定的反应 一样要有一个需求 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 是它的低定终点 那么也通常是要透过一些颜色的变化 当然也可以用一些所谓的指示剂 不过有些时候 那比如说像这样 这个共酸亚常常在栓性的这个条件下来做 或者在栓性条件下 那你看到这个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还原这个半排因 因为它要把别人氧化本身要还原 对不对 你可以利用这个共酸钢来做这个低定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其实本身这个氧化基础有一些颜色的变化 这些过度熟的金属常常有一些明显的颜色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 不母酸根 它是紫色的 相当漂亮的 但是它形成的这个二加的猛 是无色的 是无色的 不过它也可能以一个这个 可能在水里面它不见得一定是正二过 总是你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的 是这个变化会使得紫色消失 紫色会消失 但是一旦 第一定终点到达了 你再加下去一滴这个 共酸根 那么它是或多了 它的紫色就会存留 你从这样子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 你就可以判定 第一定的终点是不是到达了 你只要有一些基础的 这些化学当量的一个概念 透过一些简单的计算 同时当然 先决条件 是你必须要知道如何去平衡 这个氧化还原的反应 那么 透过这个化学剂量的计算 你就可以轻易的来决定 你的饰样的浓度到底是多少 我想我也不需要多花唇舌 拿一个例子来给各位看 希望各位 如果你对这个计算不是很熟悉的话 我们拿课本上的立体自行的 做一些计算 我相信你就应该给对这样子的一个 氧化还原的计量问题 有所掌握 那么我们这个章节就谈到这个地方 做一个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